體驗台北 要動台灣 歡迎大家 五迎來台拔 為家鄉子弟加油 之前該不會以後都是我們買單吧 今天我們就要來討論 到底4G時代 整體的消費情況 會怎麼樣的一個變化 我們首先來邀請的是 3C科技達人阿輝 阿輝哥你好 又阿好 大家好 好 另外一位是通訊行的業者 吳漢說 漢說你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我們馬上來請教一下 現在4G最熱門最熱門的頻段 已經將近要300億了 是非常貴的 阿輝哥你覺得啦 這麼貴的一個金額 而且總標金 也是標的非常高 以後會不會真的是 我們要來買單了 意思是說這個金額 我們之前 之前還記得那時候在討論 開票之後 會來跟大家分享嘛 然後大概我們預期 就說C5會非常高 我們想到金額高得 讓我們自己有點驚訝 嚇到對不對 對 當然也會 消費者甚至我們也會擔心說 未來會不會把這個成本 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還是會有這樣抑鬱啦 好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怕怕的 我們馬上來看到 這一次呢 標金到底有多少呢 將近900億 哇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天價 總標金將近900億了 而且呢 最昂貴的 也就是4G卡位 現在大戰又開打了嗎 打到的會不會是消費者呢 好 接下來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到底實際的一個競標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部分呢 是4G視照 注意看喔 這是底價喔 原本的價格是這樣子的 在這個700MHz的部分呢 A4是最貴的 69億 這是底價喔 而在這個900的部分呢 是B2跟B3都是21億 1800的部分喔 最夯的就是這個C5 C5底價才多少 30億 馬上來看現在C5的價格 已經標到多少了 持續來關注 哇 可以看到 剛剛30億的底價 現在已經標到了242億了 阿輝哥 這真的標得很高對不對 對 非常高 然後其實那原因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啦 就是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最高就是A4跟C5嘛 然後這兩個因為它是空的頻段 所以不會有限有業者轉換的問題 一個是因為怕轉換嘛 再來就是其實A4跟C5就是它頻寬夠 所以它比較頻到一個開台 然後而且尤其是C5是因為 它用它走1800MHz嘛 所以現有的手機資源的最多 對 所以變成說如果說我可以預期啦 因為這個沒有公開嘛 要預期C5應該就是新進廠商 尤其新進廠商在加緊在競標這一塊 喔 難怪新進廠商可能專門Focus Jogging 就在C5了 所以它的這個價格會衝到240而已 對 馬上可以用 不排除還會繼續往上標喔 這是因為它的優勢是馬上可以用對不對 對 馬上可以用 而且穿透力很強 穿透力強 然後目前的市場上的手機啊 就已經有LTE 已經有4G Reader的話最多的 可是以後有沒有可能真的造成電信業的大衝擊 搞不好現有的業者這排名的話 可能要進行個大洗牌 有可能嗎 我覺得其實我還覺得蠻有可能的 尤其新進業者在這時候切進來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啊 因為4G我們可以看成是行動通訊的一個新的開端 所以以我來講我之前也是幾大業者的愛好者 然後4G出來的話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很簡單 只要沒有太大問題 新出來用我就會用 所以誰第一個推出你就會選擇它 所以搞不好會買便利商店的4G商玩方 搞不好也不一定 OK 好 不過這個是在這個目前的標金情況 可以看到第270回 這270回合競標金額已經這麼高了 到底是誰呢 誰讓這一次競標金額真的是 衝得這麼高 而且這麼的白熱化 可以看到就是新進業者鴻海 也可以看到董事長郭台名子出來喊話 他說給新進業者一個機會 而且他們勢在必得 好 除了鴻海之外還有誰呢 看他這邊 這個是頂星囉 頂星的台灣之星也要來製造 就是食品品牌搶進4G的產業 其他就非常明顯的 都是一個傳統的電信商 包括了遠傳 包括了台灣大哥大 包括了中華電信 還有亞太電信 不過大家會很好奇 為什麼呢 這個電信業者好像 出的這個金額沒有大家想像 這麼的踴躍這麼的高 反倒是新進業者鴻海跟頂星 打得真的是如火如土 其實可以看就是現有的電信業者 不然電信極窮 就是因為他們現有的3G瓶 都會繼續沿用到4G時代 所以剛剛也看到 我們剛剛都說A4跟C5嘛 那其實前面的其他例如像A1 A2 A3 C1 C2 C3 其實就是現有業者 他們在4G上面應該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就繼續延續下去 然後再來就是新進業者 像說這兩家新進業者 一定勢在必得嘛 他們想要切入這個塊市場 對 我們現在來講頂星好不好 因為鴻海可能大家可以想像 因為它畢竟還是比較 跟這個電子啊 通訊有關係 頂星它是食品啊 食品怎麼會想要來做這個網路呢 其實食品業者 我當時也在食品業者的背景 我們都 其實就是在資訊內業界 還蠻有討論的啦 其實我們大概這樣認為 其實基本上他們還是很單純就是 之前有賺錢 他們資金跟背景夠 所以他們可能認為像說 因為畢竟來說 食品可能目前做得不錯 相信他們做得不錯 才有這樣的能力來投4G的發展嘛 但是通訊行業 通訊啊 4G可能就是看現在跟未來 未來都看好的情況 所以當然他們以長遠立場來講 可能想要切進這一塊來做經營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個後面已經做得很好了 所以我要開始往前看嘛對不對 總要搶進一些未來比較有潛力啊 有商機的領域喔 但另外來看到鴻海 鴻海其實大家都不意外 重點是這裡囉 這一行喔 因為它納入了八平一網一雲的計畫 到底這個計畫是什麼呢 我們馬上來看個仔細喔 其實這次喔 郭台銘董獎 他的野心算是非常大 而且喔 它是通通都要吃 可以看到它搶4G 就是因為它的八平一網一雲 這個大計畫 來看到第一瓶是什麼呢 是手機相關的產品 第二瓶平板電腦裡面也有喔 而第三跟第四分別是筆電 還有all-in-one的產品喔 第五到第八呢 就是所謂它的大電視啦 可惜是電視啊 電視啊 電視 還有電子看板 到一些LED大型的顯示螢幕 好 這個都是重點了 一網 也就是它這一次正在搶到一些雲聯網 網通啊 電信的部分喔 都是它這支Focus的焦點所在 而一雲呢 就是一些互聯運 還有雲端運算的產品了 阿慧哥可以看到 它這個是不是真的缺一不可啊 其實這樣講 我們聽說它八平一網一雲喔 幾乎已經涵蓋所有產品線的資訊啊 是 然後你可以看喔 雖然我剛剛講 一華有講到它的一網跟一雲 是就直接是網路部分的應用 然後其實你知道跟其他 往前看它其他每個螢幕好了 手機 平板電腦 Notebook All-in-One 甚至說一般的LCD 戶外的電視 其實後面都是需要網路的整合 跟雲端服務的整合 對 所以我們這樣看很簡單說 如果它今天4G有爭取到的話 它可以做 比以往更多的服務 跟更多的整合 你可能手機 電腦 買回去 全部都可以上網 都是用它們自己的服務 這樣子 好 那我要問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 你覺得啦 看得出來這一次喔 兩大這個強選嘛 有點在競爭的一位 誰比較有優勢呢 其實我還是比較看好郭董 比較看好郭董 為什麼 雄心霸氣 畢竟 當然一個是背景 背光勾引 就是錢 簡單講就是經費夠多 錢夠多 然後再來就是 畢竟它是在這行 就是做比較久了 所以我覺得都蠻有機會的 當然這兩家我覺得都有可能 因為它們畢竟是新廠商啦 所以 跟現有廠商 不管是併購或合作的機會 我覺得都還蠻大的 好 其實這兩強 看起來機會都是很大的 不管有什麼方法 對於4G這個領域呢 它們似乎真的是勢在必得了 不過我們來回顧一下 在這個過去呢 另一次平股試照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2G的時候呢 就是1987年 當初的德藥廠商總共有8家 而且呢 可以看到 它的絕標呢 其實它是乘以這個 省議制的 所以最後面呢 其實是有這個 特許費1%啦 目前已經提高到2%了 不過來看到3區 就比較清楚了 2002年 當初呢 這個德標商是5家 而最後面的價格是 489億元 然後我們再看過去喔 4G這邊就是今年了 總共有7家 現在剩下6家在競標了 最後面呢 未知 但現在呢 總標金已經將近 900億了 阿蕙哥 這已經是3G的 將近有兩倍了耶 超大的 會不會太大了 其實我覺得還算是在 當然金額高是 有點覺得大家覺得很誇張 但是其實像我之前說 我覺得 這方面的 大家都未來是蠻看好的啦 尤其4G 因為速度幾乎是現在的 可能5倍10倍的速度 所以可能看好未來的普及性 或說 甚至有可能取代部分的過往市場 這都是可以預見的 好 不過我要請教一下漢叔 漢叔 你看到這個金額有沒有覺得很嚇人 3G的時候才489億 現在已經衝到將近900億 可能會更高 可能會衝破對不對 還有可能機會是更多的喔 未來我很擔心耶 這些成本會不會真的轉嫁到 消費者的身上了呢 這是一定的 基本上 瑤瑪出在陽身上 標金已經接近快到300億了 對 那之後 這個部分這些 包含它之後新增一些機器台 都需要成本 這些費用的部分 一定會轉嫁到這個月租費上面 那以3G的資費現在來講 吃到飽它是950元 那以4G來講之後 應該是會落在1500上下 1500上下 對1500上下 但是這只是一個 基本門檻的一個起跳價 對 但是現在來說的話 到底喔這一種 能夠多久才會回本門 他們這樣子砸下重金 要去開發 要去打造 因為現在很多也要建基地台啊 不是說我有執照就好了耶 基地台的部分 再加上去的話 那不是更可怕 這真的 其初他們只需要建大概250個機器台 就夠了 就可以開台 可是這個部分啊 它1800赫兹 它必須要建構到 1萬個機器台以上 它才有辦法普及 哇那個金額是很高啦 那之後真的 他們能不能撐下去 真的什麼時候回本 這真的是未知數了 未知數了對不對 而且以後真的是消費者 你必須要 要享受這種很快速的網路的話 那麼你付出的代價 比現在可能會多得更多 可能超乎你的想像了 但是阿輝哥我要趕快來繼續問了 你看好嗎 你覺得說他們這樣大費周章 花了這麼多錢去標 而且剛剛漢索也說了 他還要建1萬個基地台 這基地台成本再加上去的話 未來我們整個的資費方案 會變怎麼樣呢 說個笑話就是說 其實電信商會不會賺錢 他們打不倒其實跟我沒關係 誰給我先快點用4G就好了 OK 其實以我的例子嘛 對我來講 我就承受重度的網路用戶來講話 4G來講對有1,500 OK好 趕快出來趕快給我用 其實還是有這樣的需求市場 而且跟以往速度是高非常多 你還是很期待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很多消費者還是有這樣的需求 那如果說 以後給阿輝哥的特別方案 吃到飽 一個月給他5,000塊 你要嗎 節目不方便講髒話 但是我還是會 消費者還是會挑 寒累給他欠下去是不是 看能接受的程度 所以你覺得現在消費者的 這個接受程度有多少 如果就剛剛漢塑說的嘛 現在的950塊就可以3G吃到飽 那未來如果轉換到4G的話 可能要到1,500起跳喔 1,500起跳 這個東西你可以接受嗎 其實我在香港變年開始 因為我已經有4G 就跟朋友share 4G的門號 其實4G大概在香港稍微1,500左右 但是它配合就是部分 就是它算不是吃到飽 然後用降速方式來做調整 其實這樣子我還算可以接受 因為你說1,500大概是原來 不到1倍大概是多 大概多50%來60%嘛 但是速度應該幾乎是過往的 我可以這樣講大概10倍速度 平均來看的話 而且還不是最高的 香港大概50Mbps 又可能可以上看100Mbps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我覺得如果說1,500以下的話 我覺得大部分消費者還是可以接受 還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現在又有一種新說法說 吃到飽這個資費方案 未來可能會取消喔 哈欣說你怎麼來看呢 真的取消的話 你覺得對於台灣的一些消費者來說的話 它的使用習慣會不會遭受很大的衝擊 基本上其實吃到飽 這個是系統商玩出來的一個把戲 對 因為不管你用多用少 我每個月就收你950元的費用 對 那這是大家已經習慣 因為我沒有得選擇 那我就只能選擇吃到飽 那像以中華電信來說 他們慢慢已經取消就是吃到飽的優惠 原本兩年是都可以打8折的部分 那現在它只優惠一年 讓你去想一下 我到底需不需要吃到飽這個方案 那竟然它有推出一些低支費的 每個月是1.5G或甚至5G 讓更多人去選擇 讓一些平常就是說比較 真正需要吃到飽的人 他們有足夠的頻寬去使用 好 所以聽起來吃到飽這個取消 好像也不是一件完全的錯事嘛 也不代表對我們來說就是唯一有害處的 因為以後不僅是網路速度可能會變快 因為你比較少吃到飽的用戶啦 所以真正需要的人可能 他的網速會變得非常快 而且我也不用再花那麼多錢了對不對 我一個月不用花到900多 我可能就可以跟以前有一樣的網路使用了 好 這個階段我們稍微討論一下 究竟現在4G的一個情況是怎麼樣 不過接下來要帶你來看看 電信手機門號大災問 你有疑難雜症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廣告回來持續帶你來討論